哈喽 大家好 又见面了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浙江国际赛事场 自从林德伟和乐柯鹏加入了我们以后 越来越多的赛道活动来邀请我们咖啡发 那就证明我们咖啡发的定位越来越清晰了 所以这一次我就带着乐柯鹏来到了这次活动现场 哈喽 大家好 终于有机会可以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出现了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浙赛他那个圈速宝 对不对 是夏季的一个圈速宝 他们叫了那个叶红利和莫凯罗 两位非常快的车手 我觉得浙赛你应该考虑一下让我们的德伟 也来帮你们刷圈速宝 对不对 因为德伟也是真的很快 对 他也是很快的一名车手 说了这题 就是这一次浙赛他的确安排了一系列的车型 他想去刷这样的一个圈速 那他其中还有一个猜圈速的一个环节 那这些车呢现在都停在楼下 我和乐柯先去大概的估摸一下 我们就先猜一下 对对对 先大概的估摸一下 好 那我们就先去楼下看一下 有哪些车 现在来到了浙赛的一个传说中的像网红打卡点一样的地方 我终于可以来到这个一直在网上看到 我觉得非常漂亮 对 非常漂亮的一个车户 第一名你觉得应该是AMG的GTR这一次对吧 然后再是Model 3 然后再是GTS 我发现我们漏了一个 漏了哪个 Huntage M4SC 对对对 M4SC 对对对 M4SC也很重要 是 那M4SC你觉得 我觉得他还在主要要S后面 真的吗 这是M4SC 还有430SC 对哦 我把他给忘了 对啊 还有430SC 好 来 你再来说一遍 第一 依旧你觉得是AMG GT2 对吧 应该还有法拉利 对 在他后面 法拉利在谁后面 我又混乱了 我们得再来一遍 撤没电时间 再来一遍 第一是AMG GT2 第二是430SC 对 第三是 然后呢 Vantage Vantage 哎 不是 Model 3 漏了 Model 3 又漏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AMG GT2 对吧 430SC Model 3 那就先猜着前期吧 可以 今天我们这一轮的猜测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明天实际再看结果 我们视频 拜拜 这天真的是炎炎夏日啊热热死了 像我这种哎比较聪明的人就是哎又有毛巾又有防晒秀才你看乐乐 什么都没有我的妈妈呀我应该带一顶帽子过来的都给晒秃了 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上面也是猜了一下大概的一个排行可以看到AMG GT2所有媒体老师不管是谁都是排第一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马力就是王八 一个一个猜测环节 如果通过前面可以看到就是包括教主啊张公啊这些的确都是做足了功课啊 然后还带着马力啊重量啊然后来进行一个计算真的数据方面我们可能真的是不如他们 我只会感觉嗯这车我开起来快不快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罗开罗式的宾利天悦啊 然后叶红利是莲花的伊丽丝 那整个过程呢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天悦他连排就较低了 我就觉得天悦在这条赛道里挺憋屈 天悦应该马力挺大的 哎抛开重量弹马力那就是耍对吗 对于赛道经验这么多的你来说啊 你觉得影响赛道成绩的有哪些关键因素 晾传车刷圈能可控的就是胎压了 还有轮胎的一个选择那不可控的就是天气温度的这些东西的影响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的比赛是国外的比赛 大多数车手他都会去赛道走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走一下这个东西是可以了解到赛道的很多的一个 因为有时候在你在开车的时候速度很快 你没有办法很细腻的去看一些赛道的一些状况 某一个赛道我只要走一遍不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看很多就比如说今天我可能走一下 比如说下一次比如说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再来开 我还要再走一下那为什么呢 会有变化就是你能不能看到赛道上会有很多黑色的轮胎的印象 对啊 就很多比赛的车它可能会留胎胎开始在那个上面 所以这个是会发生影响的 哦那这个东西场地方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养护啊之类的 那些胎胎基本上都是会留在上面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刹车点就是靠内 哦原来这样的 它会影响轮胎的一个摩擦力 比如说像这赛的第一个弯它会有一点上坡 那你如果说你才开车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你最有点上坡 但是你在走的时候你才可以切切实实的感觉到 这个坡度到底是有多大 然后在哪里可能会到了坡顶 然后那些东西都会变化 影响车辆的一个重心的话 从而就会影响轮胎的流程 其实对我来说啊 就是这个坡度的问题啊 事小事大对我而言都是大坡 因为我作为一个胖子 就是这个小坡和大坡走起来都很累 不下坡你就会很快 不下坡那我要滚 前面说到的那些湿度胎压 对吧 那怎么样 比如说我是湿度高低和胎压高低 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因为胎压的变化 其实取决于轮胎的一个东西 它并不是说我肯定这一个胎压的 而是你要去看轮胎系统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有轮胎的方法 它会告诉我们这个轮胎的最佳的工作胎压 是在什么状况 所以我们会在比赛的时候 尽可能让它在工作温度上面 保持那个工作胎压 所以胎压高低是很有讲究的 胎压如果偏高的话 一定是会影响整个轮胎的一个接触地面 所以会导致它的一个摩擦力 还是抓地力偏小 如果胎压偏低的话 它的阻力又会变得非常大 影响它的加速 当然也会影响侧向的支撑性 包括前后胎压的不同 也会影响整个车辆的一个驾驶特性 但是雨天和晴天 胎压又会有一些姿态一样的设定 因为雨天可能需要排水破水 所以它可能会减小那么一点点的 轮胎和地面的一个接触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如果胎压偏低的话 那雨天更容易造成一个水磨 所以胎压的影响特别大 继续就来说一下空气的一个湿度 其实空气湿度最大的就是影响一个发动机 一个进气 影响发动机的一个功率 虽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就是在追求极致的那些厂 刚去赛道测试的时候 他们就会非常的有讲究 可能还会特别的去调发动机的一些空燃比 量产之后 我们没有办法去调电脑 那怎么办呢 可以选择空气温度比较低的一个状态 相对来说会比空气温度很高的时候 动力来说会好些 但是同样的空气温度高了 对应的就是赛道的温度高了 就会影响到人胎的一个温度 所以这其实是防寒相扣的 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就是赛道温度不要太高 过低的话也不行 但是空气温度最好尽量低一点 这就是温度的一个差异 在抽签的时候 这个袋子里面摸钥匙 其实我也没有摸 反正伸手一拿 就是这台X5M 可以开这台车在赛道上尽油 所以也不是开得特别快了 但是偶尾的直线加速 可以让我觉得说这车的动力 应付它的车重是完全足够的 还会有一点点获胜吧 反正就挺舒服的 会让我觉得是不够用的 包括在上坡这个地方 我现在还只是踩了半油 给我的感觉上坡是很有力的 不愧是这样的车型 这赛这个赛道其实上下的一个落差是非常的大的 如果马力太小的话上坡其实会比较吃亏 如果车身中的下坡可能会有什么一点的吃亏 刹车的负担会有点强 包括它前面的和中间的电视的弯道 对于整个车的重心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 所以本身对于SUV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 可能比做那些跑车 拿来高的门一点点 像Lotus那种车 觉得上坡的时候 我觉得地量 弯道前他们可能是会推上 其实我还想试一下那一车 大板的高厘车 抽到一大车 可以加速了 有机会 有机会要 你看到这个摄影车的时候 慢一点 你说我慢慢的靠近这个摄影车 会不会被我下的 好下面是我们的 来上 跟着跟着 并线走人 大概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对 我们可以稍微再看慢一点 看看他们还要不要弄电的镜头 有了 走 进来 走起来 最后给我们 丢进去 这个明显就觉得这重心有点高 车重 明显就是最后一个弯 丢进去的时候 这个车就有点重 水瓶子不要乱放 有没有明显感觉到这车在弯道里面 有点重 我就是觉得这车 你看它的机械是特别 它上过你看它有力 对 然后被前方压制 X5M我觉得在路上的话 公路上它的表现应该会非常好 就很好地结合了舒适和 超车时候的那种 从河湖火了 想要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有 动力可以能充沛 弯道上面没有办法 就是身体上 先天的 反正它也不是说 完全是为了赛道 所以不用计较那么多 有这样的动力 弯道上面没有办法 这个车 我觉得上坡的时候 它可能如果像刚才那样 能不上快的弯道 给点油门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 有过剩的动力产生大化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应该说是这一次活动的 一个尾声了吧 它是一个巡游 然后这些活动 其实它整个一个 试车测圈速的环节 大概应该有4个小时 然后我们乐乐呢 前面说来 它抽到了X5M 请说标准一点 就叫X5M 对 这个叫X5M 我们是一个有腔调的技术 对 总的来说 这样的一次一个活动 这赛办的 我觉得它还是OK的 至少吃好喝好 还是我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赛道活动 就圈速绑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它是一直想打造像 纽波格林那样的一个绑带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制造一个运动氛围的行为 就可以让大家都可以来到赛道上 不管你是什么车 不管你这个车的定位 是在什么地方 你都可以来跑一跑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 如果全国各地的赛道 都可以像这赛那样 弄一个圈速跑 那就是更好的了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圈速连赛是吗 对 这个就感觉好像特别的好 但是可能执行起来 还是有点难的 暂时为止 我看发现就只有这赛在做这个事 这赛在坚持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是 但我觉得就如果大家都开始努力 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相信整个国内的这个氛围会更好 是的 好 那么这一次可以说 我们整个天就先到这里结束 至于接下来的那个榜单的公布 我在视频的结尾 我们会放给大家 这里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再见 所以我可以去开车了对吗 你不是已经在开了吗 你坐在主驾驶 我坐在副驾驶 为了你我都没有报名 要不然的话怎么拍这个结尾 我开车更快不是吗 对啊 但是我也想体验啊 我跟你说了 自从你跟德伟来了 真的啊 你们都一个个开车了 德伟上次开车 为什么这次我开车你就会 对一件呢 德伟开车我也提一件了 就是我啊 现在啊自从你们俩来了 我感觉我的地位 一下子往下走 真的 不是你还得多练练根纸 根纸练好了吗 但是你也得让我试试啊 对不对 好不容易来的赛道 你也不让我试 对吧 那我要试我去报名了 这个试驾车 那我巡游 我怎么到这里来 跟你拍这个东西 谁帮你驾向器 谁帮你开机关机 我们需要优秀的摄影师 优秀的摄影师 但是这算名额有限啊 只有我跟你可以来啊 而且这Lotus 自在手工脑的车 你要练根子 你坐进去也挺困难的 不管 反正就是你跟德伟来了 我觉得我自己地位越来越低了 不不不不 你绝对不能少 是吧 是的 好 绝对是我们的担当 好 那就这样 这期节目就先这样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